从去年开始以来的阿拉伯之村在叙利亚现在形成了最惨烈的状况 而叙利亚非常强烈的认定所谓的反抗军提供给他们军火武器的主要都是土耳其的政府 所以呢在10月3号的时候 他在整个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境对叙利亚的境内开炮还击 造成了当地有10人受伤5名死亡 这件事情引发了国际强烈的谴责 北约召开紧急会议声援土耳其 叙利亚越界炮击土耳其的行为也被联合国的安理会强烈谴责 而土耳其最后在和叙利亚双方劫持之下 叙利亚正式的道歉 承诺这种越境炮击的事情不再发生 但这并不表示血栏内战即将结束 我们所看到叙利亚的惨况只能用一句话 无语问苍天来形容 叙利亚持续激战 悠久历史的古城阿勒坡 如今正快速土崩瓦解 CNN的记者记录了这场街头的攻防阵 枪声此起彼落 现场一片混乱 反靠军正设法抢救最前线的受伤士兵 在货车的掩护下 他们总算从政府军的密集火力中突围 几天之后 CNN的记者发现 反抗军攻占的据点已经再度一首 汉军在30公尺外播放革命歌曲 还提供电话号码 鼓励敌军阵前倒戈 而原本超过百万居民的繁荣城市 如今被烟消和炮火给弥漫 阿萨德部队的空中优势是反叛军行动受牵制的关键 战斗直升机以明宅为目标 随后出现的是火力更强大的轰炸机 这点灵宅被直升机发射的火箭攻击 附近居民赶紧帮忙 用铲子甚至是徒手在瓦砾堆中挖掘 顾不得房子上头还有坍塌的危险 整整挖了四个小时之后 第一个小女孩被挖出来 不过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随后更多的遗体被送到医院 最后有11个人在轰炸中丧生 其中9个是年龄4岁到11岁的小孩子 在不幸的世界中有个唯一的幸存者 这个1岁的小孩在空袭时母亲正在帮他喂奶 母亲丧命在瓦砾堆中 但他的遗体却给自己的小孩提供了最后的保护 而持续不断的攻击让医院也成了民众堵壁空袭的所在 这里有的小孩惊吓过度 有的又饿又累 8岁的穆罕默德被炮弹的碎片打中 虽然他有超乎年龄的冷静和勇敢 但是医院却没有手术所需的设备 他的大腿骨头碎裂 医生决定通过火线把他送到政府军控制的医院 在当地民众心目中 阿萨德总统已经是过去式 但是政府军控制的医院设备还是比较完善 有医生白天在那边工作 晚上又偷偷回来这里帮助反派军 他压低声音透露对方的情况 这个小朋友叫做阿哈玛德 他的一只耳朵几乎全被炸掉 医护人员努力帮他清理伤口 不过医院电力却是断断续续 不过痛苦的消息还在后头 他的父亲已经在轰炸中丧生 亲人正在医院外面哀悼 死伤的人数实在太多 医生也无力处理街头的尸体 在生命的终点 连最后的隐私和尊严也无法保留 斑斑的血迹残留在街上 引不起路过行人的注意 阿勒坡的民众也只能仰头看天 等待另一场降临的不幸 CNN的记者随后又在阿勒坡的街头 发现一辆小货车员 载着受伤的小女孩 可能是记者开的是新车 他们转过来向他求助 这个叫做雷娜的小女孩 待在自己家里 却被天外飞来的子弹打到 子弹射入她的脸颊 让她呼吸困难 在医院里 医生帮她清理伤口 他们认为小女孩可以活下去 但是医院设备不足 无法有效地治疗 回到雷娜的家里 这里是反叛军控制的区域 但是支持阿萨德的狙击手 却是无所不在 小女孩的祖母描述事件的经过 孩子们惊魂未定 他们在地上找到一颗 被打落的牙齿 但是却找不到子弹 隔天清晨 雷娜接连被转送到两家医院 但是医生都没有办法 取出卡在她喉咙里的子弹 这个无辜的小女孩 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战火让许多叙利亚人 家破人亡 许多人无奈选择离开 几个小时前 这家人还在叙利亚的境内 在军人保护下 他们穿过蜿蜒的山路 进入了约旦 在越来越拥挤的难民营里 约旦的士兵给予他们食物 水和适当休息 不过有人有其他的要求 这里的边界 如今由叙利亚反抗军所控制 他们协助民众进入约旦 光是这一晚 这里又增加了9000个难民 根据联合国统计 叙利亚需要援助难民人数 已经达到250万人 其中儿童占了50万人 光是在7月 人数又增加了一倍 有人全部家当 只剩下塑胶带里的东西 小孩子疲惫写在脸上 而大人则要开始为明天发仇 小孩子疲惫写在 小孩子疲惫写在